好不过呢现在这个案件疑点重重 在269旅的政战主任陈一鸣 20号被军检以湮灭证据含送陶检 但是现在资深的媒体人张有华就指出 他很有可能只是带罪羔羊 伴这些人的话 军高检你失职 而陈一鸣只不过是个烟雾带 红重秋军中王子全台关注 到底是谁指示删了关键引带 资深媒体人张有华直指 20号被军检以烟面证据含送陶检的 269旅政战主任陈一鸣 很有可能只是带罪羔羊 查查这七个人当中 还有一个现在他还没出来 这七个人当中 哪一个人玩电脑玩得出神入化 就跟这个有关 引带怎么会凭空消失 张有华点名黄带许郭的私人名单 四位有权力有位阶修改战情轮值表的人 根本是灭阵四人帮 当中甚至还有人目前还留在部队 要有高情官跟战训官配合 是谁把战情官的轮值表 把它换掉了 那个高情官就是幕后的黑手 红重秋暗追真凶 到底是谁有权更改战情室跟禁闭室的值班表 军检处还没办到的幕后高官究竟是谁 随着操控幕后的黑手一一被点名 真相很快就会水落石出 最终谢谢我们黑如台北报导 这才完全黑 是 这才完全黑 会不会对比赛 但 diferencia 那些滟还是维位